很多的病人來到門診就會懷疑這個保養品引起有過敏 那個保養品引起有過敏 然後還會要開診斷證明 所以皮膚科這邊有一些對過敏的看法 那不知道那個業界這邊就是配方老師這邊有沒有什麼看法 首先過敏跟刺激是兩個不同的作用機制反應也不一樣 常見的會建議大家使用在耳後或者是手臂內側 這個動作是在篩選這個產品會不會有刺激性 那刺激性的作用機制它很快 大概可能快的話幾分鐘或者是一兩個小時 或者是慢的話在幾個小時過後它就會發生 一旦發生那就表示說這個產品裡面可能某一些成分會引起你的皮膚不舒服 所以你就不適合用 所以我個人的建議是說拿到一個陌生的產品 或是你正在換季有一些產品又拿來用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在耳後或是手臂內側 側四個幾個小時 如果它沒有異狀 你再全聯使用 這樣的目的 也可以避免你 當你的臉上你全臉都上上去了 突然間有狀況的時候你沒辦法出門 影響生活作息 所以我補充一下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今天去逛了某百多公司 然後我就先拿一下 然後測一下 然後再去逛一逛 然後三四個小時回來再說 對沒有錯 對嘛 就是不是當場擦完之後沒事我就買 是是是 但是如果是過敏的話 就要做專業 去給醫師做專業的過敏測試 好那 這部分球就丟回我這邊 然後我講一下 我直接切幾乎監測我們看到的東西 在過去的十幾年來 有一個新的名詞叫 累積性 刺激性皮膚炎 因為傳統的 皮膚醫學就像剛剛那個志勤老師講的 我們有過敏性 接觸性皮膚炎 跟刺激性接觸性皮膚炎 然後過敏的情況很簡單就是過敏 就是你把它想成我對蝦子過敏 碰到就過敏 那刺激就是我對硫酸刺激 所以碰到硫酸就燒傷 可是 保養品因為保養品的成分很 比較弱 相對藥品比較弱 它效果也比較差 相對藥品 然後它的使用又是長期 所以在過去的十幾年 皮膚科技發 提出了一個新的名詞叫 累積性 刺激性皮膚炎 意思就是一個東西長期使用以後會有 刺激的問題 那剛剛志勤老師講的還有一個是 過敏的現象 所以在肌膚監測這邊我們提出的答案很簡單 就是說 除了你擦在手腕跟耳後可以 我給你的建議更簡單 你找你臉上 最敏感的那個地方 因為它是累積的結果 就是說 一塊豬蹄膀 一塊豬蹄膀 給一個瘦子吃 沒事 給一個胖子吃 他立刻就血壓高 可能等一下就爆 爆神經 爆中風 這樣 所以 我們給你的建議很簡單 就是你測三個地方 測在手 我測在耳朵 然後找你臉上常常過敏的地方擦一下 然後你就去逛街 然後如果過了三個 三個小時四個小時沒有 那這款東西 短期對你來說是安全的 就我的看法是這樣 那林老師那邊對那個 過敏那邊有沒有什麼要補充 過敏的話就 平常要 自己知道說 你可能對什麼東西會過敏 必要的時候還是一樣要尋求醫師的協助去做一些 過敏的貼膚測試 說到貼膚測試 這就是另外一集很大的一個題目 貼膚測試在皮膚科用了很久 可是對 皮膚科醫師來說 貼膚測試其實是 他很難測累積性刺激性皮膚炎 因為貼膚測試在背後 所以 你的背後不太會差保養品 所以你要累積出保養品來說很難 但是他可以測出 延遲性過敏性皮膚炎 這個就是一個新的名詞 延遲性過敏性皮膚炎 就是說 如果你對這個東西過敏它需要足夠的滲入 它的效果才會好 才會產生過敏 所以貼膚測試測試這個 那各位可以發現在保養品的設計裡面 在保養品的配方裡面 有很多東西是需要注意的 那 光是過敏性皮膚炎 刺激性皮膚炎 延遲性過敏性皮膚炎 累積性刺激性皮膚炎 我看就夠你喝一壺的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 各位真的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再找個時間 然後從極物監測角度把這個事情整個講得清楚